我們今天做這個節目 其實也有觀眾打電話進來客訴 怎麼了 他說都領同樣的錢 他講很多 他的故事真的很精彩 Lisa還有沒有 有啊 就是像 像之前有人來看我們燈 就是可能也是像人情 台灣就是一個很有人情味的地方 他就說因為我要開珠寶店 你們的燈跟我們的珠寶很搭配 那可不可以先來擺一下 那當然來看我們珠寶的客人 課程也都蠻高的 喜歡 可能喜歡這個燈 剛好也可以幫你賣出去這樣 我們說OK啊 好 那就建議擺個一兩個月這樣子 那也不是很熟 就是認識這樣 好 那我們就借他放 結果大概過了半年吧 然後我們才想起來有這件事 就那邊燈還在那邊 還沒收錢 對 就還不曉得 現在狀況怎麼樣這樣 好 然後就開始聯絡那個阿姨 就說那那個燈放得怎麼樣 他說很漂亮啊 效果很好 那怎麼樣 你有打算要買嗎 還是假如你沒有要買的話 我們就去把它載回來這樣子 他說有要買啦 那這樣子好了 我這個禮拜三過去付錢 我們說好 那我們等你喔 好 例如說他約禮拜三來六點好了 我們就大概等到九點 還沒有吃飯 想說奇怪怎麼還沒來 就開始聯絡他這樣 電話打不通 OK 好吧 那明天再打好了 然後明天打 不好意思啊 我昨天有事 所以不然我這個禮拜五去好了 那大概幾點 差不多下午三四點好不好 我下午三四點過去 好 然後就大概禮拜五到了 下午三四點沒有人 等等等到九點要 電要打陽了 結果打 打電話又打不通 怎麼又來這樣子 好 然後隔天再打 也打不通 再打 終於打通了 不好意思我那天有空 我那天很忙 所以我下禮拜 不然下禮拜三過去好了 好 又來就是一而再再而三 這樣放鴿子大概四五次吧 有一次我們終於打電話 你不要這樣子啊 一直放我們鴿子 那我們到底什麼時候可以 你方便過來 還是我們過去好不好 你是怎樣啊 你們是淘在公司是不是啊 我是欠你一兩百萬是不是 你們收錢這樣子收的 我就說我會過去啊 就這幾天比較忙啊 所以我就有點傻住 想說到底是怎樣 是我們已經借你燈也 也人至意盡了啦 我們也沒有跟你收錢 收租金什麼的 你知道我覺得 你們算是很老實的關係 對 一般來講沒有人說 我要 我付錢還要拿到你店裡面去的 通常就是你派一個人去收就好了 喔 真的喔 OK 好 那我什麼時候派人去 或者是我現在就是派人去 你不用等他講 不要自己先輸 對啦 然後後來就是我們想說 好這樣子我們還是親自出馬 我們就到他店裡 那剛好他店裡有客人 他就我們 他一看到我們就臉色不太對勁 結果就說 你們來這裡幹嘛 你到外面等 我等一下出來那個給你這樣 好 我們就在店外面等 也不好意思進去打 然後因為他有客人 然後大概等了一個小時左右 然後就在門口一直等 後來他出來他就開票 沒有人像你們這樣做生意的啦 拿去啊 拿去啊這樣子 對 但我們也只能摸摸鼻子就走 收到了 收到了 收到了算不錯啦 對啦 但是就是中間過程我就覺得有點不合理啦 因為你這樣子 你是拿人家東西也不應該就是 這種客人多了 多了 現在生意難做 只是像房子喔 金額都那麼大 對 那個糾紛就很恐怖了 那很可怕 剛才講了半天其實 優良廠商還有奧客 然後再來 優良廠商 對 其實房地產的買賣其實很好笑 就是買方也是奧客 賣方也是奧客 因為如果房仲業來說的話 賣方 賣方不會想房子賣便宜嘛 買方絕對不會想多一塊錢嘛 那又有得搞啦 我覺得房仲業最怕碰到什麼客人 就是說 你在中間穿梭引線 帶他看房子不斷的這個討論 結果呢 要成交的時候 是 他們兩個自己 對他們兩個人直接去找 沒有賺到 這種其實現在有很多 尤其是 尤其是那種大筆的 整棟辦公大樓的企業跟什麼 一般的房子的話大概也還好 就之前已經有些官司打過了 所以說現在消費者不太敢去幹那種事情 我幹嘛給種去賺 很多人都去 如果最後認輸了房子我也看到了 其實有很多那種 其實這都是大企業會幹的事情 因為大企業如果要買一匹 買一匹土地或買一個建設 什麼大樓的話 其實到最後就這樣 那其實事實上買房子 為什麼問題多呢 其實通常都有被害妄想症 因為他認為說 搞房地產一定是暴利行業 所以我能夠拗 我能夠搞 我一定給你搞 那事實上賣方也是奧給 買方也 我們在講怎麼講 怎麼跟奧法我舉個例子 現在譬如說一個王媽媽委託 某個中間公司要賣一個房子 然後現在中間公司想說 這個譬如說一千萬好了 譬如說一千萬 然後他想再聽聽那一家公司 980 譬如說 他就把八大房仲全部找來 要不要賣 要不要賣 譬如說行行一千一一千二 差不多五十萬八十萬差別 我就開個一千六百萬 那大家都傻了 你是幹什麼你在搞什麼 然後玩 就很硬喔 對不起下線很硬喔 你今天這個 某某公司打開說 現在有人出到一千一百八 你沒空沒空 不理你都不理你 然後八家中間公司 算到最後兩個月三個月到最後 八家六家都把鑰匙都還回去了 因為賣不掉吧 結果景氣好的時候 最後剩那一家鑰匙 他就把它賣掉了 賣掉一千七百五十萬 譬如說 這個景氣的時候 其實真的就有這種問題 其實他只是想在 咕咕看我家到底值多少錢 你知道他只是想 咕咕看我家到底值多少錢 我根本沒有想要賣 但是問題是 你這樣嗨嗨嗨 那到底誰在炒作房地產啊 我們今天講實在 這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事實上房地產就有一種問題 一個很不好的形象 開價嚇死人嘛 成交笑死人嘛 因為反而我覺得你會砍嘛 你一定會砍 那我就開個你聽不懂的價錢 讓你砍啊 那買方 買方的奧那就多了 買方你說 剛才講說什麼 少吃一頓飯多少錢 你少個貴賓是八百塊 你拿來這邊講 然後那個房子 來回一下八十萬八百萬的 很多都在奧啊 什麼都在奧 但是問題是又有很多的問題 很多人買房子有被害妄想陣 那很專業 我都看不見 合約書 那全部都中文字 我一個字也看不懂 然後拿回家研究一個禮拜 後來改標點符號 就是他根本沒有改到重點上面去 那實際上呢 奧奧奧 沒有買中古屋的話 他就給你東奧西奧 我要冷氣要冰箱 我要魚缸 我還有鋼琴 反正你也不要搬了 看你搬房子很辛苦 那個留給我留給我 然後我要接這個搬家公司 今天才走 明天他就把它賣了 那這樣奧也很爽啊 那另外一種呢 買預售屋是什麼都不要的 這個其實在電視上 可以教一下觀眾朋友 這個的買法怎麼樣 譬如說我們今天去看這個預售屋 這儲具好漂亮 這德國的 怎麼這個什麼 多少錢多少錢 30萬 我一看都衛玉 這個沖那個沖很漂亮 多少錢50萬 然後你就去看完一圈 這個也是德國的 那個是法國的 那個西班牙的 問了一堆對不對 一共250萬 譬如說到最後砍架 砍到一個程度了 好啦 鄭先生你到底現在覺得怎麼樣嗎 我很喜歡啊 但是剛才那250萬 全部都不要 就一刀全部把它砍掉 這也是一種凹的方法 那他要買一個毛胚就對了 就買毛胚啊 這也是殺價的方法 重遠聽說這個去買過的機票 後來發現別家比較便宜 對 阿醬你也要拗 那是 真的就是 其蒙子的問題 前幾天就是我要去紐約 然後結果呢 我就很信 因為我有一個很信任的一個 旅行社的業務 MSN都有 所以我直接跟他說 想說我要去紐約幾月幾號 去幾月幾號回 然後兩張這樣子 然後就報價我就刷了這樣子 然後呢 我也不是真的要去查他那個價錢 到底好不好 我只是東看看西看看啊 看紐約怎樣怎樣 就隨便亂查 第一家 就少了350塊 台幣 台幣 對 紐約的機票 對 我就回去MSN 然後想說 我說這什麼 另外一家的 便宜350 他說哪一家 我說哪家哪家 他說那這樣子的話我不管 反正那個什麼 350 就算在你身上了 要還給我 要還給我 然後兩張就是700塊這樣子 然後我跟小超 他就說那我要跟我的那個 上面的人講這樣子 那上面的人就說不行 你今天怎樣怎樣怎樣 我就說 我跟... 你這樣講我真的有點汗顏耶 就我怎麼會為這個錢去 存這個 你不是說成就改嗎 你不是為了成就改嗎 你們每一個人都是這樣子 我支持你 我支持你 好我的點在哪裡你知道嗎 因為你已經跟這家長期買了 對 我信任他 怎麼可以 我連比都沒有比較 我就直接問你了 那怎麼可能就是我 隨便看一家就比你便宜350 雖然只是350 對 因為你會這樣聯想到以前 是不是你不要多賺了 我多少個350 對 然後我就說 我就跟他 我說什麼什麼組長好 我說這不是小周的問題 然後這是怎樣怎樣 我不能害到他 我說不是小周的問題 是怎樣怎樣 小周沒有權限 小周沒有權限 我說我要把這350 要退回來這樣子 結果那個 搞了好久這一次 可是到最後還是沒有退 對 搞了多久 它也是一個下午 一個晚上 然後都沒有退這樣子 然後我想說 看小周的份上午就算了 我就 而且說實在 我也真的有點累了 累了 想太快 想一想算了 因為我沒有什麼理由好講 就是已經講完了這樣子 你也會累喔 會 不過有次像 我要講一次看房子 我去看房子 真的很好玩 來 休息一會兒 也告訴我 你好像都鬧到總共事物 因為前線的 真的沒有前線 對啊 所以你不要問 其實他前線很大